洛杉矶线是个族裔多元化的地区,不少居民来自于不同国家的移民,而负责治安的洛杉警局也积极地与各个族裔社区建立良好的互动,增进彼此的了解。 为了表达洛杉警局在维护治安上的努力,位于哈仙达岗的西莱斯,住持会计法师,今天特别亲自前往洛杉警局局长李贝卡办公室,致赠表扬感谢状以及捐款,感谢洛杉警局维护社区安全的努力。 出席仪式的除了由洛杉警局局长李贝卡,还有负责工业市一带治安的警官,西莱斯致赠包括少年义务警察,社区防范犯罪等单位三张支票捐款之外,还分别颁发了五张表扬感谢状给洛杉后备警察及扫荡亚裔帮派小组等等单位。 我们都知道在社区里面,警察可以说维护当地安全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也是在照顾社会,我们也感念警察的这份心。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记者招待会里面,我们有对警察有做一个来回馈。 洛杉警局局长李贝卡也非常推崇华裔社区与洛杉警局的合作。 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支持,为了所有的支持,他们给他们的区别,和所有人在区域区里面,我们有最强烈的中国人的支持,在整个美国的美国之间,在整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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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之间的美国之间。 所以我们很高兴为今天因为它显示了这个宫队,在使用的仰臣,在仰臣的信息,它有很大的支持, 西莱斯特别指出,今年春节期间,因为涌入了数万名礼佛游客,造成当地交通堵塞,也因为洛县警局加强警力,协助疏导,才让秩序良好,民众欢度佳节。